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款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从今天开始 我想再开一套新的课程 什么课程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小马AI GTA5也疯狂 是这样 因为我到现在为止 做了很多的课件 对不对 这些课件都是非常基础的 IT技术的视频 给您讲解一些 比如说HTML 比如CSS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语言的开发 VUE 对吧 GS的框架 NoteGS 包括数据库 都是非常基础的技术 我觉得像现在这当今的时代 应该说是AI的时代 对不对 而且AI这个学习的门槛 相对比较高 我觉得我应该做到课程 把这种相对比较高的门槛的技术 给您掰开了揉碎了 然后以对游戏编程的方式 讲给大家 让咱们一边玩一边学习 好不好 所以说我这概要写的 大家请看 自古以来 学习人工智能AI的门槛很高 而我小马 我想通过对游戏编程的方式 把枯燥的AI学习变得简单易懂 达到咱们玩中学 学中玩的目的 希望我这套课程能够让小朋友们 咱们既玩游戏 同时咱们又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对吧 那么我这套课程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是这样 咱们现在都是自己在玩游戏 对不对 我想今后我会活用人工智能了 不管是机器学习 还是深度学习 我想咱们去做一套AI的模型 让AI去自己玩游戏 这是我想这套课程想达到的目的 当然我也是在学习阶段 尤其是深度学习 我也是在学习阶段 我就希望能够把我学习的一些知识 经验分享给大家 好吧 这是我这套课程的目的 好 那咱们看一下我这套课程 使用游戏是JTA5 然后使用技术 咱们就基于Python进行编程 如果说不会Python3的朋友 请您一定要学习一下 我其他的关于Python3的课程 OK 然后这个是Python官方的网站 然后说一下 我这套课程所用到的基础库 大家请看一下 D Numpy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之一的 基础库 它是干什么的 它是帮咱们做数组运算的基础库 这个库咱们必须要掌握 没有之一 接下来Python 这个是帮咱们处理图像图片的一个工具 比如说以后 咱们可能要抓取游戏的画面 然后对游戏画面进行分析 那么对一些分析的工具 咱们交给下面的OpenCV来做 但是咱们抓取游戏画面的工作 要交给Python来做 所以这个Python库 您一定要掌握 当然了 它不仅仅是抓取画面 它可以做图像的处理和分析 这个我都会单独的做课程给您讲解 Numpy 包括Python 包括下面的OpenCV 是这样 咱们比如说抓取到了一张图片 对吧 不管是GTA5也好 吃鸡也好 什么游戏都好 咱们要分析敌人在什么地方 换句话说 咱们可能分析完敌人在什么地方 咱们还要分析敌人的头部在什么地方 可能比如咱枪打过去要爆头 对吧 这种分析 咱们就要给OpenCV来做 OpenCV其实默认给咱们提供了一些人脸识别的技术 如果到时候咱们觉得这个技术不好的话 咱们通过集体学习 咱们自己去学习如何分析人脸都可以 接下来这个酷也非常重要 Mudplotlib 这是什么 是这样 咱们学习了 首先说咱们要想分析图像 咱们最基础的技术是什么 是您对Python数组的灵活熟练的掌握 所谓的Python的数组 就是这个Numpy 这个酷 如果说咱们想这个酷 换句话说 学这个数组很枯燥 对吧 那么咱们如何把数组里面的数据 能够更易懂的表现出来呢 就需要用到这个酷 Mudplotlib 它会把咱们数组内容 以图形的方式显示出来 包括以后咱们学习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时候 都会用到这个酷 没有之一 接下来Pandas是这样 咱们学习数组的时候 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行数据 对吧 咱们学习Pandas 您要把理解为是表格数据 这个呢 今后我也会单独开课程进行讲解 好 下面这个 SKLean 这个是机器学习的技术 是这样 以后咱们要分析人脸 咱们主要用到的技术 是机器学习 下面这个 其实我写了 但是这个课程我做不做 我还没有考虑 就是TensorFlow 报这个PyTouch 这个是什么 这是深度学习 因为是这样 深度学习 是需要用到咱们高中所学到的 数学的线性带数的知识 包括微分 积分 都要用到 其实微分用的是最多 积分用的消息少一些 这个才会用到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今后 我怎么讲 我再考虑一下 我起码会给您讲到机器学习 好吧 这都是今后 我单独开课程给您讲的 但是也作为我AI课程的一部分 好 说一下我课程工具 是我手推VSCode 这个没有之一 其他下面这两工具 您愿意用也可以 但是我手推VSCode 我所有的课程 几乎都基于VSCode 这个希望您能够灵活掌握 让我的这个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就是这个URL 有兴趣朋友可以访问一下 我把我最新的代码 我的课件的内容 都会放到这个GitCode里面去 好吧 好 那么这是第一课 最后呢 我想给您简单的演示一下 我是如何操作GTA5的内容 好吧 请稍等 大家请看 这是GTA5的画面 对吧 我把它打开 好 稍等 这是GTA5的画面 现在我控制是老崔 对吧 然后呢 我现在这给大家准备一条代码 这代码是干什么吧 我想用我的代码 来控制这个老崔 做一些简单的动作 当然今后 咱们可能比如说 发现人了 老崔自己掏枪 瞄准开枪 然后呢 看到车 截车 截完车之后 开车 开完车之后 还要让他自动驾驶 逃跑 这一切的动作呢 咱们几乎 都会使用代码完成 但是今天呢 咱们先做最简单的一个 让老崔 跑一跑 走一走 转转向之类的 好吧 OK 那咱们试一下 我这边 简单的做了一个程序 咱们注意看一下效果 Go 向前跑五秒钟 向左转两秒钟 再向前 跑五秒钟 跑过这个地坝 向右转两秒 然后再向前走 十五秒 这个呢 我仅仅是控制老崔的 前后左右的行为 没有控制他 比如说这个掏枪 比如说这个出拳 这个包括以后的自动驾驶 开车自动驾驶 这都是咱们以后的课程 咱们一点点学习 包括如何抓图 如何分析 我都会给您讲到 您呢 不用担心 咱们一点点的学习吧 好 那咱们第一期课程 就这样吧 希望您能够持续关注我 小马A的课程 也希望和您能交朋友 您给我多留言 咱们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学习吧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第二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